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这种红色宝石 那边还有一颗 先回收再说 臭蜥蜴 快还给我 老子不是蜥蜴 被偷走了一颗 我去追回来 算了 毕竟还需要他来维持这里的生态平衡 艾尔 你到极限了吗 看来 我又要去医疗室了 辛苦你了 艾尔 来看看这个宝贝 它有生命能量 应该能治愈你身上的伤 神奇的红宝石啊 请你治愿面前这位伤者吧 啊 长毛了 哈哈 哦 我感觉身体状态比之前更加好了 哇哦 不仅厉害 使用方法还那么简单 要是把这种宝石和浩月宝石一起 用于锻造树中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可以锻造生命 关键时刻 它认真起来还是蛮可靠的 或许 它真是能挽救我们魔族与危难的预言之子 凌备 我们回去吧 嗯 嗯 嗯 哈哈 太好了 我还要活着 呜呜呜呜呜呜 开始吧 神功驿将 艾尔 这是你的任务报酬 孤儿院和学校 回来吧 还有泳池和健身房哟 太好了 我代表村里所有人感谢你 您太客气了 小野哥 送给你了 这是他们叠了一晚上的纸花 你快收下吧 这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花 小野哥哥 你这样 这样 颐备 这花 送你 这东西既不能吃 也不能用来战斗 拿来烧火也不够用 还要难道我们 给你们花花去消火 艾尔 我还是去帮你们 翻新一下房子吧 你早晚都会回到原来的世界 当你回去的时候 这里又会有你牵挂的人吗 我 当然有了 马丁老师啊 索菲萨斯啊 还有一个人是特别的 伊贝 我 我喜欢你 啊 项岩 谢谢 这次又是什么人啊 我 只能还没够一 快 真以为我没发现你吗 看来佩妮公主的情报的确是真的 大方式还给老子 大人 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搜索完毕 嗯 回去吧 我们的王正在等待我们的好消息呢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哇 你们也太浮夸了吧 居然见了这样一座铜像 相爷 你找我有事 校长 我在埃尔村的遗迹里找到了些东西 这是 校长 我想这个红色宝石是不是能锻造出生命呢 难道马丁没教过你吗 无论如何 也不能试图去锻造生命的这个禁忌 我没忘记 只是 生命有着不可代替的灵魂和感情 就算是最华丽的黄金宝石 在生命面前也不值一提 而你 居然妄图锻造生命 回答我一届人 你认为 我们这里的生命 如此廉价吗 我 我没有 我当然不会认为生命廉价 我只是好奇而已 我应该如何解释 秦羽啊 秦羽 当年撤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都被人温 zig 赵殿 李清禾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李清禹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唐宁明已经经脉尽森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将无奈吧 清禾 我都躲到八层地下室了 真也能被找到 我将莫凡 满送人先的一百区 几十年前 这个世界出现了数不清的怪兽 恭喜宿主完成被动系统考核任务 为了抵御怪兽的亲戚 绝境中的人们开发出了图灵 拥有了对抗怪兽的力量 这些人便是图灵师 大家亮出本边图灵 三尺小木棍 诺驾驾手机 一型图灵师 普通的板砖 这破板砖 卓妍 这就是你说的 我不欲要成为兇军 先要苦其心智 牢其金骨 现在够了吧 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 从今天起 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崴子 选一把 他是世上最强的剑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一样 不 不可能 冬名已经可凡人无异 不 不 让我一别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